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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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剛剛講到的無上聖聖唯妙法 唯妙的法門 天台中講到三種法門是唯妙的 第一個 我們眾生本據諸佛所證的一念心性 本來清淨 本來敬足 這個是唯妙不可思議的 不管你承不承認 不管你是不是跟他安住 他就是清淨而敬足 不管你怎麼打妄想 他還是這樣子 這件事情不可思議 第二個 眾生法界也不可思議 眾生的因緣 因緣的顛倒妄想創造的獲頁骨也不可思議 佛法界當然也不可思議 佛陀一念了覺悟的心創造的萬德莊也不可思議 所以眾生法界跟佛法界 都是因緣所生法 但是這兩個法不可思議的前提 在於心法妙 所以佛法的修學 要先安住 就是趁信起修 你沒有找到信德之前 按照天台中的叛教 你沒有資格談修行 你哪有資格談修行呢 你都沒有把心帶回家 你怎麼改變因緣呢 一個人要先安住在不生不滅的心性 你才有資格去調整你的因緣 你就活在因緣當中 你自己被因緣搞得團團轉 你怎麼改變你的因緣呢 你要有本事擺脫因緣 你才能夠回過頭來放手去處理因緣嘛 你的心跟因緣所生法繳在一起 你怎麼改變你的因緣呢 而我希望能夠改變眾生的因緣 讓他視力點減低一點 我希望佛陀的因緣在我的身心當中增加一點 方向沒有錯 但是 當你調整眾生法界 當你要心求佛法界之前 請你先離開眾生法界 請你先離開佛法界 你必須找到一個 無言而鼻舌生意 無色生相會出法 沒有涅槃也沒有生死 你必須要先遠離所有的法 把自己逼到了山窮水盡遺無路 你才有資格談 柳暗發明又一村馬 你沒有把心帶回家 你因緣怎麼改變呢 我問你怎麼改變呢 你越秀越複雜 所以第一件事情 先擺脫因緣 叫做離一切相 一個人要改變你的生命 先擺脫所有的相狀 早晚相也不可得 親近相也不可得 不可得也不可得 啪 當體 今之當體是 方恨之戳脫 所以我們今天很想改變我們生命的因緣 是的 但是你要先離開因緣 你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放下 好的也放下 壞的也放下 離一切的相 然後你安住在一念的無相的親近心 你才有資格談及一切的法 這個人 你才有資格講 修法 你的心性的功德沒有建立之前 你沒有資格談修法 按照藏傳佛教的傳承 喪師不可能傳法給你 不可能跟你授記的 你有資格幹什麼呢 插口也講奇跡資料 做你這件事情 修修歸一 修修五戒 因為你沒有安住一念信心 喪師不會傳法給你的 你根本不可能修法啦 你這個修法 你還是活在顛倒妄想 是吧 你的心是妄想 修修的法都跟妄想相應嘛 你心是真的 一針一切針嘛 所以這個心法是很根本的 就趁信起修 先找到信的 才有資格 騰出手來修的 這個時候用藏通兩教 調伏你的生死的眾生法界 用別人兩教的假觀 異佛念佛來創造佛法界 這個時候你就有資格談佛力跟法力的問題了 好 我們前面講到信的 我們來看看 趁信所生的音言 我們來談談音言法 前面講到信的 先來談談延期的 趁信起修 那個講修的 先來講修的 四 師父慈悲 法葬比丘在因地施違了五大節 成就了極樂世界依正莊園 而法葬比丘在因地的時候用的是有肉的第六意識 如何能成就無肉的極樂世界功德莊園 按照天台的判教 出地前叫玻蕾道 出地以後到實地到佛道 叫方便道 也就是說出地之前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回歸到親近的本性 當然你也可能修空觀 修親近心 也修六度 但是這個只是借向修行 重點在於回歸到你的親近的本性 從明治位到觀恨位到相識位到分證位到出地 所以你出地之前所發的怨 通通不算 所謂不算是耶德 你未來的淨土 是不算的 真正成熟眾生莊園淨土 在出地 嚴教的出住 發心住 這個時候你會重新發心 而你這個時候所發的心 跟你未來成就的國土就有關係了 因為你是從真實的心發的出 這個時候 十方諸侯會做一個動作 為你授記 開始為你授記了 就是證明你這個怨一定會成就的 佛陀為什麼不為凡夫的怨授記 你知道嗎 因為你今天發一發 你明天忘掉了 你自己活在妄想 佛陀是要為決定性的東西授記了 所以我們凡夫的怨 只是你現在所做的怨只有一個 就是你現在發的怨還沒有到達什麼莊園淨土 還沒有這個資格 你現在所有的怨就是 先成就出地了 到了出地 你就可以想一想 你的以後要怎麼度眾生 我是要創造一個國土 莊嚴的把眾生接過來 還是我親自跳到凡夫的世界 陪他們成長 你就可以想這件事情了 你現在還沒有資格談這件事情 這是後半段 你現在就要剝蕾道 出地以後就要方便道 這個你就可以考慮怎麼度眾生 所以 極樂世界不是有漏的第六意思 你說錯了 那是他第一件 他正式回到家 他踏進家門的那一岔樓 發起初心歡喜地 寄生遊至現場免 這個時候他重新會發一次不提醒 因為我們現在是遙望家嘛 但至少遙望家比一個人 在外面跑好多了 我現在還沒回家 但至少我已經往家的方向在走了 從明治位的家 到觀漢位的家 到相識位的家 我們不斷不斷的回家 到了出地 正式一腳踏進家門 那麼這個時候你的第六意思就是轉世成算 轉成廟觀察制 這個時候你會重新發一個願 這個願就跟你未來的成佛的國土有關係 這個字的道次叫做真修 真實的修理的菩薩道 我們前面叫原修 假戒外進 跌跌撞撞 進進退退 但是因為絕不放棄 跟方向正確 慢慢的趨向真如 我們現在叫隨順真如 看第二個 阿彌陀佛一直四十八月創造了極樂國土 而釋迦佛在三千大劍世界中 無不是捨身的地方 兩土四尊成佛的方式 對我們印地的方法有何啟示 我們剛剛講過 出地以後 你就開始要考慮怎麼度眾生 那麼這個時候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 你像阿彌陀佛學習 你創造一個非常莊嚴的國土 當然你可以參考其他人 其他的佛已經成就的 台這個地方 這個國土 比如 他的水質特別好 我覺得水質對我很重要 你就把這個八公多水 把它放到你的規劃的國土 也就是你在成長過程 深受空氣污染的干擾 這空氣也很重要 生過國土的空氣怎麼怎麼的 你都可以做很多規劃 但是你記住 你規劃的越多 你就更費勁 你這一期的硬化神 就是說 出地前修法神 出地後修硬化神 你可以盡情的規劃你未來的國土 但是你規劃的這個國土 因為你要讓那麼多人來受用 你必須把眾生的福報都寫 因為福報你要跟眾生分享 你就必須要積極資料 你規劃的越複雜高難度的 那你的時間就花得多 憑什麼阿彌陀佛叫做十方三次佛阿彌陀第一呢 當然法神都一樣 讚嘆佛讀這一期的硬化神 他老人家付出的代價最多 他花的時間更長 所以出地以後 如果你沒有成佛 當然你要繼續開箭法神 上求佛道 讓法神更圓滿 第二個你開始在修硬生 知道嗎 你開始規劃你未來的國土 如果你選擇來到眾生的娑婆世界 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選擇我要另外創造一個國土 把眾生接到我那裡去 那就比較費勁了 當然這個東西你自然自己選擇 反正出地不照也無所謂 他無我摸索 時間拉得長就拉得長 是吧 這個就是佛法建設這樣成立的 他是怎麼樣的規劃 先成就法神 繁複道出地叫做 玻璃道成就 先成就清淨性 然後再開始成就莊嚴 開始做兩件事 第一個怎麼讓眾生的善根成熟 第二個怎麼莊嚴你的國土 這個就開始發願了 修應生佛 那麼你這一期阿彌陀佛這一期音言結束了 阿彌陀佛下一步幹什麼 繼續創造 繼續發願 繼續修下一題的應生佛 當然阿彌陀佛這一期的時間很長 因為他花了很多時間嘛 所以他的壽命 你看阿彌陀的壽命無量無便阿彩集結 對不對 那他現在的壽命才什麼 才十節 還有很長 但是你不能夠一耽誤 一耽誤可能你 當你醒過來的時候 阿彌陀佛國土沒了 那你就等很久了 等到下一個人再去創造這麼個國土 是吧 好 接說 我想萬一問阿 當你把信帶回家之後 會不會再次離家出走了 就是說 譬如說阿 我發現我本來清靜 但是阿 一到外境的時候要迷茫過去了 這個很正常 很正常 我們現在的回家 很難相續 因為我們現在是民事會 我們現在是一種交的概念 是一種語言文字 要透過語言文字的思維 對不對 不像出地能夠任意回家 他能夠離言縮下 他用這個民調的心 清正真如 我們沒辦法 我們要靠語言做橋樑 對不對 那語言文字的東西就薄弱了 那我們現在可能回家的時間 可能維繫一個十秒鐘 十分鐘 但是人家刺激你 你家就沒了 回到妄想 但是沒關係 你絕不放棄 就是說 這本來就是進進退退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釋迦牟尼文剛開始也是像我們這樣子 是吧 就是說 當然你要有一些輔助的工具 開方便門 是真實下 你要有一些方便門 你要有一些對峙 你不能只是修言教 你要比如說 煩惱出眾 修修不敬觀 修修無常觀 無我觀 你要有一些對峙 就是 是什麼東西經常把我從家拉出去的 是誰 把他找出來 一定有一個賊 就是說為什麼我老是為離家出走 找出他的原因 一定有一個東西 他對你有強大的吸引力 你把這個問題找出來 用藏通兩教去對峙他 就對峙法 好 那麼對峙久了以後 你會慢慢 回家的時間會越來越多 越長 就都對了 你不是說你一回家就大事一半了 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你處理問題的時候 把所有問題拉到心心來處理 這是最好處理的 最好的方式 這叫大白牛車了 好我們前面講到佛法界 這個佛法界我們可能是以後再說了 也成佛 我們現在看凡夫法界 這個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趁信起修 當我們把心帶回家以後 我們怎麼處理我們的過去 所留下的眾生法界 這個地方有三個問題 進度中念佛的時候 安住阿彌陀佛的身號 是不是等頭安住真如 安住佛號就是安住真如嗎 答案不一定 如果你的心不是內觀的 你是向外求的 你這個時候只有安住佛號 沒有安住真如 你這個佛號是 在十萬億佛圖之外 有一個安眠陀佛 但是你強烈的歸一心去念佛 這個也是念佛 但是這個佛號不堅固 不堅固 很容易破壞 因為你的心是虛的 你的心是虛的 也就帶動了佛號的力量也是虛的 一虛一切虛 如果你今天在念佛之前 有稍微內觀 何其自信本質清淨 何其自信本質記住 我本來就記住阿彌陀佛的功德 我本來就妄想不可得 然後再來念佛 以佛號來起宣 脫比一正 寫我自信 這個時候你的心是實的 這個時候你念佛 就等同安住真如 安住真如 就等同念佛 不 能念的心 所念的佛 都不可思議 這樣懂嗎 你如果有先正念真如再提佛號 這個佛號就變成真如了 就是安住真如 因為它極空極腳極中 它就是等於極甲 但是如果你沒有正念真如直接念佛 這個佛號不等同真如 那是你妄想創造出來 只是一個好的妄想 帶有歸心的妄想 但是向外攀岩 你畢竟是希望 這個本質沒有變 那麼你用很虛的東西去念佛 你最好沒有逆境來干擾你 如果有粗壯的煩惱來刺激你 你這個佛號很容易丟掉了 因為你經不起考驗了 經不起考驗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當我們用一心三觀的方式來念佛的時候 應該如何理解 能念的心跟所念佛的相互關係 當我們不安住心性 直接用妄想念佛 那麼你的生命只有一種力量 叫做佛力不可思議 存他力 就向外求一個力量來救把你 但這個地方會有問題 就是說你自己沒有力量 求佛多加持你 你的心向外求佛 我剛剛講過會很脆弱 那麼當我們安住一念心性的時候 你的心是兩種力量 自信功德力 人念的心不可思議 所念的佛也不可思議 那麼這個時候呢 兩種關係是什麼關係呢 我為大師講 離開了現前一念心性 何處有彌陀名號的功德 離開了阿彌陀佛的功德 如何策證一念心性 就是說 你的心性是本來記住 但是信德要講解修德的開顯 阿彌陀佛是一個很好的真上演 那麼你是要彌陀的名號的幫助 你才有辦法把極樂世界的功德創造出來 雖然你本具 但是信德要有修德 但是這個修德一定要有信德的加持 這個修德才能夠有用 所以心力帶動佛力 佛力加持心力 產生一種善的行為 趁信己修 前修再信 佛號只是幫助你開顯信心的功德 那麼這樣子講呢 極樂世界就在你的心中 你是假借佛號把它開顯出來 那麼它能夠有效的消除 至它的對立 第二個距離的障礙 這個就不是十萬一佛土 二十萬一佛土的問題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嚴教的一心相關 跟淨土中的戀佛 應該如何怎麼配合 這個總結 最後一個問題 配合是 先成就心力 再成就佛力 你必須把你的腳跟站穩的 你這個導武功啊 一定要自己馬步站穩的 你才有資格去練這個少林拳武當拳 是吧 你必須把心力站穩 就是內觀真如 你才有資格外順彌陀 先建立心力不可思議 把心態回家 然後再修皈依提佛號 應該這樣子 如果你不調整心態啊 你夾帶妄想來念佛啊 這個佛號練得很虛啊 因為你的心是虛的 諸位 不是佛號是虛 因為佛號是經過你的心去運轉的 你能練的心是虛的 你造成的手練的佛號也是虛的 問題在這兒 你的心是虛的佛號也變成虛的 好 大家有沒有問題關於這一點 好 請說 謝謝師傅 作為初學者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無分別制是把心安住真如的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 就是如果它是必要條件的話 那是否還有其他的條件才能把心安住真如 還是它就是充分條件 如果我們得到的無分別制 然後就可以把心安住真如 這是因為以前有一些聽一些難傳的一些叫法 能不能通過對感受的一種處理 達到一種平等心 所以它就能夠把心安住在自我的一種內觀的上面 不受外界對它感受的一種刺激的一種反應 所以這是我的問題 它是把心安住真如的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 謝謝 它不是必要條件 其實無分別制啊 它只是在 當你要把心帶回家 你發現有困難的時候 因為有妖想在拉住你的時候 你必須破除這個妖想 那這個妖想勢力很大 你又不能對峙它 因為你一想什麼東西 它就給你擦反調 你觀想不進 它就給你限出進的像狀出來 所以你還不能用不進觀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不要想 就是直接不要去想 它自己消失掉 這是這樣子 但是你一路修無分別制 你回不了家的 你因為你只有破旺 你沒有顯正 正念真如啊 是要去透過學習的 你要去學習楞嚴經 法華經 金剛經這種大正經典 順著他的思維模式去回觀緩照 照著這個方向去思維的正念真如 無分別制是說 你想回家 但是你回不了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回家以後 你很快被搭出來 到底是誰搭你的 一定有一個煩惱在刺激你 可能是貪稱高慢 這個時候 他反而要活動的時候 他一定要有名言嘛 一定要有想像力嘛 這個時候你把名言切斷 眼裡倒斷 他的心就沒辦法活動 他是這樣子 無分別是在指望用的 但是他跟顯真沒有關係的 當然他會幫助你顯真 但是他本身不是顯真的正義 他不是顯真用的 無分別制能夠顯真 那佛陀就別講言教了 講別教就好了 但是面對出眾的煩惱 無分別制還挺好用的 就是在指望這一塊 破旺這一塊 挺好用的 請說 師父慈悲喔 那弟子的理解 就是說我們修淨土的 這個空光智慧還沒成就之前 我們其實應該發多一點時間 來修這個空光智慧 那這空光智慧成就了 我們再放多一點時間來念佛 這樣的方法對嗎 有些人是 請說 如果你發覺你的善根夠 你過去生有大聖善根 有言教的善根 你只是缺乏學習 我覺得你可以再加把勁 讓他先到位 但是如果你對師父講的話 你一句話都沒有聽懂 那你就不要學習了 好好念佛就好了 就是說你現在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就是看你的根性 所以說你已經懂了 但是你好像覺得 還有一點那麼點陰暗 那你就讓他 你要加強一下 既然你不要一絲半解 對不對 但是你對師父的課 你一句話都沒聽懂 那就別寫了 不要寫了 因為這個東西精神學代不解 那只好靠世修 拼拼看 用一心歸命 通聲靠道 我雖然不能相信 是心是活 但是我就靠我的 用我的拼勁也是可以 那只好靠 皈依的力量 來衝過妄想 看看能不能衝得過去 應該也衝得過去 請說 嚴教的東西不要勉強 你要是聽不懂 就真的聽不懂 這個東西 因為他是不失意見 我已經講了很多話 要禪宗人 他不跟你講話的 禪宗人 他跟你講幾句話 聽不懂 那就別寫 請你到其他地方去 他跟你 我算是 我們教下算是很客氣了 對你講很多話 阿彌陀佛師父十悲 弟子想請師父替弟子肯定一下 因為一般來說 修淨土法門的都好像強調 一句佛號 一不無兩收盡 那我現在 我早上起來就是 嫩顏咒 然後呢 我就是 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 我現在也沒有去算 他的這個佳行 就是當做 是我每天的功課 又都做到底了 然後呢 我就會 那個普賢行願品裡面的 寄送 因為我覺得 對我很色性 我很法喜 然後之後呢 我就會 才唸佛啦 唸佛 唸佛 然後呢 晚課呢 就是一部阿彌陀經 然後唸佛 睡覺以前就是參謀 那這樣我覺得 比起來好像那個比例好像唸佛 沒有喔 這個比例好像不多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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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師傅開始一下 那底子還有其他問題 這個 本來禁篤中 他有專修派跟研修派 兩派 那 如果說你 有些人 他是 我一大師說 有些人他修越廣 他對佛號的歸一越強 他必須要這個過程 這個人適合做研修 就是說 我受了普賢和善良品 我對佛號會更感動 更歸一 我如果不修普賢和善良品 我唸佛號 唸了沒感覺 我歸一心生不起來 那這樣子他就必須 經過這個過程 所以這個要自己去try 大方向 你佛號現前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強烈歸一的心 大方向 那你是怎麼做到的 那個人就 有些人可以直接 契入 有些人要假設其他的方便 像我就會先 愣眼睛 我懂了以後 我來看歐一大師彌陀要解 我就對佛號更信心 更有信心 我必須透過愣眼睛 有些人也可以透過普賢和善良品 所以這個過程 說實在沒有標準答案 但是結果就是 你要對阿彌陀佛的佛號一心貴敏 結果 如果你覺得你可以透過普賢和善良品 幫你做到這一點 那這個普賢和善良品對你就是妙法 謝謝師傅 那第二個問題呢 我是想 以我的了解呢 就是好像我們凡夫一定要肯定承認 自己是一個夜戰慎重的凡夫 那可是在修那個懺悔法門的時候呢 好像師傅不是說過 我沒有說凡夫一定要肯定自己夜戰慎重的 不是 不是師傅說的 我就是我的了解啦 好像祖師大德 我不是聽你哪裡講的去 那你可能看的是其中片段 可能祖師大德他 不是祖師大德有時候是對字啦 他希望你懺悔 所以會開放便門就是為食施犬啦 是吧 但是 其實 業障深重這個法 你這個思維的剛好就不能太超過 太超過不行 因為你會把自己定位成業障深重 那你最後果然業障深重 是吧 不可以不能這樣 你要思維本來沒有業障 這樣才對啊 你不能加上業障的勢力啊 你臨終的時候你要突破業障 你一天到晚把 你長敵人的士氣 你怎麼弄得過他呢 是吧 你的思想是很重要 你的名言是怎麼安利的 你的內心它是就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你一天到晚讚美敵人 說你很強壯 我打不過你 最後就能打不過他了 是吧 你果然打不過他 真的就是這樣 一天回西藏 你心裡的力量很大很重要的 阿彌陀佛 謝謝師傅 還有一個問題是想請教師傅 一般人死了以後都會做妻做佛式的 那師傅如果我走了 我就肯定自己已經去了西方極樂世界了 那這個佛式還需不需要呢 不需要 對你不需要 你到了極樂世界裡還是要別人超渡你嘛 開玩笑 謝謝師傅 師傅不好意思 最後一個問題 昨天我在家裡聽你所講的那個維世學 聽到你說 如果一個人他在昏迷狀態走的話 他肯定是不能往生的 那如果他是修禁毒法門 那不是很冤枉嗎 是的 因為你 禁毒中 你必須做一個動作 跟阿彌陀佛感應到焦 而感應到焦你的心要清楚的 沒有一個人是在昏迷中跟佛陀佛感應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 心不貪戀 意不電到 正念分明的時候感應到焦 沒有例外 當你進入昏睡狀態 沒有一個人是睡著往生的 沒有人啦 睡著這個人就不太可能往生了 幾乎不可能 因為你要跟佛陀感應你才會往生啊 那用誰感應 當然要用心念去感應啊 所以你不能進入昏迷狀態 所以每天他都痛得很厲害的 那我應該用什麼方法叫他提起那個念分 你這個時候要他的心啊 不要注意他的身體 注意他的下一個果報 你要成功 因為你一個人這個身體已經不行了 你去想他也沒有用啊 你要他 你要開始就是 讓他的心 脫離這個果報 去想他下一個假 你要成功把 把未來的願景 把他引導到那邊去 就對了 謝謝師傅 很有師傅 那你去台灣以後 我們要 如果我去台灣的話 我要到哪一個道場去 可以聯絡到師傅 師傅的道場只有一個 那就是Internet 我們網路上見 師傅會提供我們的一些即時的課程 好 謝謝師傅 阿彌陀佛 謝謝 我們做一個總結 我們前面講到 你還有問題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我要馬上做總結 不好意思 師傅慈悲 弟子有一個問題 是這樣子的 我聽了師傅那麼多課 有一天聽到說 我們都是 學淨土中的 求生西方結樂世界 但是求生西方結樂世界呢 最有把握呢 就是 得念佛三昧 所以怎麼樣得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有沒有什麼相傳 我覺得 這個東西啊 可一不可求 其實 代用往生 不一定要念佛三昧 不一定要把它 帶那麼高 那你這樣子 淨土中就不是三根普輩了 我覺得 念佛三昧 你就是 祖師大長裡面幾個得念佛三昧 是吧 大部分都代用往生 我覺得你 當然你目標定的高是對的 但是你目標定的高 你有個問題 他反彈的挫折感也重 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 你還要套套實實 修正念往生 而不是修鎮定往生 鎮定往生 鎮定往生很難的 這是我的建議啦 你要想想看 請坐 我們只談正念 正念這個是一般人做不到 我們就不談 好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問題 對不起 師傅打擾了一兩分鐘 我一個問題就是說 師傅在台灣的佛學院 在鹿港 因為我看過他們的教程 他們修四年 鹿骨 不是鹿港 鹿骨 好我講錯了 那個 他們的教程是修四年初 那我現在想知道 對於出家中 他們修完四年初 下一階段 他們怎麼去修一新三觀 或他們下一階段的課程是什麼 其實我們佛學院 對這個鹿教思想 一開始就灌輸了 所以他在修一新 他站在一念星星的平台修四年初 他不會產生偏激的做法 一般我們選教 一開始就早早就把一新的思想 就要先告訴他 然後再修對字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他不會太偏激了 如果你不建立一種新興的中道的平台 你直接說 因為四年初是一個很對立的東西 那麼可能會產生 當然有些人會 有些人不會 看個性 但是有些人會產生對立的 偏激的思想 可能對世間極度的厭惡 那也會產生一些極端的行為出來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都是 先把嚴重的思想把它底先打好 再修對字觀法 一般是這樣 好 請坐 來 我們做總結 就是說 我們前面講到 信德的實現多 側信起修 把信帶回家 因為你信是實的 所以所修的法都是實的 我們現在來談修德 就是因言法的 就是實際的問題 前面講極空 何其自信 本質清淨 先讓我們來談談幾講 就是一念三千的問題 當然淨土宗跟一念星星的操作 先建立在一念星星很重要 但是這只是一個基本 那麼一念星星安住以後 就要談修正你的念頭 就是一體啟用 那麼我們的念頭起來的時候 然後就有相狀了 對不對 就要見相了 我們必須讓心 因為你這個相狀一出現 它就有 如是相性 就有一言果報 就有它的心態 就有它一言果報 你必須把你的心啊 的相狀修成怎麼樣呢 兩個相狀 一個都色六根的相狀 一個靜念相聚 你必須把對 對娑婆世界攀岩的相狀 越來越少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對極樂世界的功德和莊嚴的相狀 越來越明確 這兩個 那麼這兩種曲線要同時現前 而且它保持在一種inclusion 就是說 你如果一個人的臨終的正念 在平常是可以修的 就是 你 尤其是往生前五年 你的那個每一個年那個念頭 每一個年啊 它的點的落點啊 是 是進步的 是inclusion 就是 都色六根也在進步 靜念相聚也在進步 你這五年都是在進步 你就對了 你往生就有希望 就是一念三千啊 我們講到三千就是一言所生法 就是說 極空 安住 極甲 就落度佛法界跟眾生法界 調伏眾生的相狀 加強 彌陀的相狀 這樣懂嗎 所以你的觀心啊 不是只有觀清淨心啊 還要觀你的心 清淨心裡面獻出什麼相狀 你可以要 如果這個相狀是你要的 跟你的目標 往生的目標是相符的 你可以加強它 如果你心中出現的相狀跟往生是違背的 你就必須要對峙啦 所以不能只是修清淨心啊 諸位 你要修極甲 就是一念三千 你要看看你的相狀 它必須是 跟 燕梨娑婆 星球級的這個相狀 是相符的 就是我叫做 往生的曲線要出來 懂嗎 你這個人 去年的相狀 跟今年相比 你貪念說博的相狀減少了 星球極樂世界的相狀增加了 真是好現象 如果你明年又在進步 你只要年期五年都在進步 好現象 你往生的曲線出來 往生曲線一出來 你臨終的戰略就可以期待 從現在開始 你就可以為臨終布局了 這樣懂嗎 臨終不是說大家碰運氣 不是碰運氣的 是修來的 就是說 你從現在開始 你抓你一個月也好 抓一年也好 你對比一下 你的相狀 你心中出現什麼相狀 因為每一個相狀 它是一個英國 你發覺你 索博世界的相狀 淡薄 極樂世界的相狀 好現象 明年更淡薄了 更好現象 在後年更淡薄了 連續五年 這個點數都在增長 你已經走上往生的正確道路了 如果你出現的是一種不確定 今年增加 明年退步 後年增加 那就要注意了 你要找出原因在哪裡 一定有問題 一定有東西在干擾你 可能你有一種出錯環島沒有對峙 你要放手去對峙這個問題 當你的修行是進進退退 一定有原因 就是死法真的講 四通賽 一定有一個石頭在那裡 卡在你的車上 卡在你車前面 你要把那個賽 障礙物拿掉 可能你沒有好好懺悔 可能你的戒體有過時 你的時間有過問題 可能你今天是拍演什麼東西了 你的事情太多了等等 找出原因 如果你的那個 如是像那個像 是起伏很大 一下子有 一下子進不下去 退不下去進不下去 當然有問題了 你的內心一定有一塊石頭在 你不搬開來 你過不去的 可能是療障 可能是煩惱障 找出問題 當你的心 極空極甲極中 那個像狀現出來是一種 穩定的成長 恭喜你 往生的曲線出現 臨終的正念可以期待 好 我們這檔課就跟大家 也就到這 謝謝諸位的參與 讓我們這次課程更遭遠 阿彌陀佛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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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